说明死者根本就不是死于中毒 而是被凶手吊死的 任何杀人案都是有凶手的 由居静一、刘学义主演的电视剧《花间令》正在热播 开播第四天迎来数据破万 一跃成为开年来优酷平台最快破万的电视剧 热度带来收视率 带来观众的CP视频剪辑 但很多人却不是为了给居静一跟刘学义拉狼配 而是给出场两集就下线的郑和惠子跟刘学义拉狼配 只因为刘学义跟郑和惠子之间的CP感实在是突出 同框就在戳观众的点 郑和惠子饰演的杨采薇出场时是经过精心设计 空观躺着他 有笑意无恐惧 还恶作剧吓走了盗墓人 却对尸体温柔以待 说大小软硬适中 你会喜欢的 这样一个出场 基本上就立住了这个少女的与众不同 杨采薇出生富贵 幼年时随父亲入宫参与宴会 与青梅竹马偷吃糕点被发现 俩人互相为了对方争着认错 被先皇认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当即为俩人指婚 要俩人结俩性之好 攀阳之好 但后来 杨家得罪权贵 被诬陷流放 途中遭遇杀手 杨采薇面部受伤跌落江中 流落河阳被县衙武座收留 拜他为师 杨采薇从富家女变成悲诗人 遭遇的重大变故 但他从来不改旗帜 网友形容 他是悬崖上的兰花 是淤泥里的荷花 外柔内刚 永远体现在行动上 从锦衣玉时到日日 与死人为伴 即使背着海骨 也要在筐里装点一束野花 是听到别人议论 虽然装作不在意走过 但一瞬间 眼里的难过藏不住 被小孩围着扔菜叶子 边童谣辱骂 他也能毫不生气 用海骨吓走小孩 他看起来冷漠 却对捡起玉佩 还给他的小孩 释放最大的善意 面对他的惨死 即使明白不应该出言 也要为他讨一个真相 这样的姑娘 即使面容被毁 但心依旧纯 有一颗赤子之心 而攀岳 锦衣玉时 却早就在十年前 失去杨采薇的下落那一刻起 破败不堪 他拼命往上爬 结交权贵 处处与父亲作对 就只是想要一个人的下落 正和惠子的杨采薇 跟刘学义的攀岳站在一起 是同况就有丝丝缕缕的情谊 是看彼此的眼神都算不上清白 是看起来攀岳占据上风 但实际上 情感一直被杨采薇牵着走 但他们的故事 从攀岳找到杨采薇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悲剧 是攀岳的非要求曲 是攀岳的心心念念 导致杨采薇身影 剧里杨采薇换脸呈上观止 CP感一下子减弱了 留学义跟居静一的同况 不如留学义跟郑和惠子 印象里 郑和惠子真的是一款万能 CP体制女孩 2016年 夏至未至播出 22岁的郑和惠子搭档白静婷 出演闫莫陆之昂 闫莫与陆之昂的相遇 是在日本 两个人留学不打不相识 上海利通集团董事长 严大壮的女儿 众人眼中的女神 外貌非常亮丽 有气质 聪明伶俐 举止优雅 谈吐大气 然而真实的她 却是个十足的女神经 幼稚中带着可爱 喜欢对陆之昂撒娇 大大咧咧 又正义感十足 对于爱情 她更是勇往直前 奋不顾身 对陆之昂穷追猛打 敢于为爱奉献 在陆之昂入狱后 依旧坚守在原地 对陆之昂不离不弃 在陆之昂出狱后 与其举行婚礼 在这部剧里 你可能会忘记了女主男主 但你绝不会忘记 闫莫的撒娇 还有那个公主抱的 出圈名场面 乐歌行李爱恨纠葛 虐恋情深的洛宁 在景田 徐凯主演的乐游园里饰演 女主的丫鬟桃子 善用毒 古灵精怪 我近日还刷到一部 他跟吴磊搭档的电视剧 《奇星记之仙一怒马少年时》片段 就短短几分钟 Gat他跟吴磊的CP感 郑和惠子 虽然大火后没有把握住机会 资源跟宣传都没有跟上 但每一次 他只要剧中有CP线 他都能演出不一样的感觉 可爱的 精敏的 笑容甜美的 苦涩的 悲凉的 每一个角色 他都会赋予属于自己的理解 刷到郑和惠子说 杨采薇是底层的小人物 但他不觉得自己可怜 如果可怜的人真的觉得自己都很可怜的话 那就活得更加的不幸 正因为他吃透了角色 才能演出角色里不一样的东西 才有了有血有肉的角色 才成为那些CP感的来源 而不是一味的发糖 这么好的妹子 我建议给那余帅哥人手发一个 为了观众的眼睛 让郑和惠子 大伙 搭遍那余帅哥吧 那么大家看过郑和惠子的剧吗 最磕的 CP是哪一对 花间令被指配角先捉 女二无加一受委屈 于正被喊话快出来 二三年票选出来的四大影视剧配角 每一个都被吐槽过 掀了主角的桌 魏大勋的孟彦辰 马伯谦的桑岩 张宋文的高启强 均不同程度遭受过来自于主角粉的攻击 陈都灵的夜兵长得更甚 开播前夜兵长就有爆火的潜力 菩萨面孔 独歇心肠的恶女 娇柔作作的背后是心狠手辣 作为反派 他始终坚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角色内核的独立 不恋爱脑 完美迎合了新时代的人设方向 正片上线后 夜兵长不出所料地吸引了目光 陈都灵出色的演绎 让设定本就丰满的夜兵长成为新一代的网络门主 角色出圈的同时 作为扮演者 陈都灵亦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黑屏浪潮 不仅剧抄成了他的黑抄 随处可见批评他的声音 连官宣代言 品牌方都被留言 不能启用他 配角先捉一词 从长月尽名事件中发芽 时隔将近一年 又一股偶剧拿到了相似的剧本 花间令的配角上桌风波 甚至比剧本身还要好看 由于剧本的特殊性 花间令的女主角杨采薇 是由两个人来扮演的 郑和惠子版是换脸之前的落魄碑诗人 绝强坚韧 居静一版则是顶着上官纸脸蛋 灵魂是杨采薇的本威 论演技好坏 前者更受肯定 他的清苦明媚小白花 独树一帜 后者流水现化的装造 无处不在的小表情 被狠狠嘲笑 可论流量 居静一自是比郑和惠子要厉害的 两方冲突之下 女竹粉与女配粉算是互相不对付了 眼见咽压的消息起来了 郑和惠子第一时间澄清 没有安排营销 表示大家喜欢自己可以 居静一的为人意识不错 郑和惠子是体面惹人恋爱的 居静一方的评论是被看出内涵味的 喜欢正版杨采薇的 希望剧方多多宣传前妻 而爱看居静一版的 又要求剧方给足女主的牌面 这两个要求满足下来 谁的处境是最难受的 那当然是本剧正经的女二号吴嘉怡 她的戏份本来就少 目前只有女主出场时 她才会跟随亮相 自己单独的感情线还没展开 如今各大宣传物料里 她连影子都没有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郑和惠子是女二呢 吴嘉怡受委屈了 网友最先想到的是她的老板于正 要知道于正是出了名的互独子 就算是业内人也不能说她家的艺人不好 当遇到范围问题时 她家艺人能拿一番的话 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如今吴嘉怡被前来客串的配角给几下推荐位了 大家自然是抱着吃瓜的心态 喊话于正快点出来 于正会不会发生不知道 花间令背后的宣传公司倒是被扒出来了 该公司近两年接了四个项目 分别是《长月静明》 《我的人间烟火》 《一面观山》 以及这部剧 把这四部放在一起会发现 它们都存在着配角压主角 两方粉互丝的舆论现象 一次两次是偶然 三次四次是套路 事实证明 抓码的设定永不过时 四部剧步步破万 播放量飞起 实际是有的 有的